2024全民运动会为期六天 今天开始在屏东盛大举行 总计超过一万三千名选手教练 构上盛举 总统赖清德亲自参加开幕仪式 他说行政院正在筹设运动部相关法案 希望用运动壮大台湾 虽然天空不作美 现场下起大雨 但丝毫不减选手们的热情 在圣伙传递仪式 容纳多元运动相当精彩 一千公尺真仙赛季牌 仅仁圣火现役直排轮国手 手持火炬在雨中前行 火光不灭相当壮观 圣火就将传到龙珠里面了 圣火焦棒龙珠变成火红色 无龙无师也在比赛项目中 多达九个项目的运动员们 协力完成圣火仪式 国歌一下轻快乐曲 国手林玉婷更担任领唱人 而总统赖清德更清零现场 行政院筹设的运动部 相关法案已经送立法院审议 这个全新的机关 目标就是以运动壮大台湾 这回全民运动会 更打破以往运动开幕式 在田径场举办的传统 移师到屏东县民公园举办 比赛项目更创下历年纪录 共33项赛事 屏东非常的荣幸能够成为 2024全民运的主办的县市 因为全民运是9岁到99岁 所以我们也结合了屏东的老中青 三代的艺术家 帮我们设计了绽放荣光这样一个logo 赛事中最年长选手是高达92岁的木球选手 最年轻更是年仅6岁的舞蹈选手 全民运动会盛大登场 与中开幕更成为选手们的难忘记忆 记者评论中文报道